在挪威的Lofton Islands,一路开车仿佛穿越一大片美丽的公园一样 车窗外的风景如同一幅幅不断变幻的画作,色彩斑斓 想要真正领略群岛的壮业景色,登高望远才能更能把美景尽收眼底 我们在北部和南部各爬了一次山,走了两次颇有难度的trail 在挪威的徒步难度,从简到南,分为绿色、蓝色、红色和黑色四个段位 北部去的是Solair的Tijerbukjent Trail 这个trail的入口没有明显的标志,要从这个消防站旁边进去 看到Lincoln的trail往里走,爬个半个小时后,就有一个不起眼的标志牌 去Tijerbukjent Trail 是个红色的,不得不说,就对我这样一个hiking菜鸟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看标牌说要1.5公里,可这1.5公里是要手脚并用的爬 一个半小时后,差点离婚,终于上来了 南部去了著名的Rennybukjent Trail 要爬2000个台阶,难度更大 走那个trail的话,从这出去还有到对面接着走 还能再走近2公里才能到trail的入口 去trail,就从这个地方进去啊 走了十几分钟,终于到了入口处了 曾梦想张剑走天涯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 如今你四海未佳 曾让你心疼的姑娘 如今已悄然无踪病 爱情就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 曾让你遍体力伤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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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